哈喽大家好,我是平柯,我现在在关西 然后我要进行两天一夜的赏银之旅 第一站来到了这个哲学之道 它这里呢,据说是以前想要把那个琵琶湖的水 淋到京都才建了这样子的一个渠道 然后两旁就种了很多樱花树 那因为好像有一个哲学家叫什么西田几多郎 他好像常常在这边散步,然后思考他的哲学 因为他是哲学家 所以慢慢的大家就将这里叫做哲学之道 这里很有名的就是他在末端可以看得到花法 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风景 这个花瓣的花法真的是非常的壮观耶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景点是平安成功 然后这一次是多亏Vivi的邀请 没有 对,要不然其实想来一直没有那个冲动 对,我是一个很冲动的人 就是想到什么景点我就要冲过去 对,好,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个平安成功 这个鸟具超大的 好,我们整个大雾会以为鸟具这边才会有神社 但其实是在另外一边 所以现在要走过去正确的方向 诶,那个是鸭子吗?鸭子跟他的小孩吗? 对啊 感觉还有阵型诶,好可爱哦 三个三角形 好可爱诶 对啊 这个是内裤吗 为什么要挂 这个呢 好像说红枝锤 现在是尼古罗 那平安成功 它的櫻花是种在里面的一个叫神院的地方 需要买票才可以入场 因为难得来 所以就是想要进去看一下 到现在进来 眼前的这个应该就是红枝锤 我觉得它这个日式的庭园真的非常的笔质 很漂亮 搭上蓝天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应该不算新绿的颜色吧 但是就是能够让人家感受到春天 已经来临了 很可爱的颜色的櫻花 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我想知道它的品种 好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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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搭这个神秘的特辑车 超新的 好可爱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往我们的基地山前进 好紧张 好新的 新的 可以充电耶 我们现在要转车啊 发现这一段也要特辑全 出车站之后其实非常的热闹耶 好棒哦 下雪 对啊下雪 好棒哦 这就是我们住的旅馆 它叫方云馆 有小点心 我录到了 太兴奋了吧 太兴奋了吧 对 真的好美哦 哇这个景真的很厉害 我们现在在那个小库鸡开酒 要吃晚餐 好美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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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景 对啊 看得到櫻花 对 就是处处看那景 我觉得都很棒 真的很棒 这个是放口罩的 然后目前桌上有的是这些 应该算是前菜 冷菜 不管了就是 好美哦 嗯 出品 зам就 对 太兴奋了 好美好 这个是前色的大面是 对 就是 十千五千 对 嗯 失礼 这些人是糖 一对 亮 可以了 可以了 這裡有一點 走路 看來看 正好 好棒 好 對啊 好有趣喔 好有趣喔 剛剛照著那個 服務人員 教的方法 然後把那個魚骨頭 一整個拔出來耶 超有成就感的 第一次被這樣子教 好有趣喔 現在是大概6點45分左右 然後我們從 旅館出發要去展望台 其實原本想要 更早一點出門的 但賴床 這個坡 真的是有點陡 走到半路 也是有不錯的景致 躺得到了 好可愛喔 超級美的 超級美的 很美的 超級美的 超級美的 人變多了 好多人 好 真的是一早就有非常多的人 已經入眠而來的 這邊的角度也很不錯耶 而且我好喜歡它那個 花掉了之後 那個算花鱷嗎 它的花鱷也都 跟隨著品種有著不同的顏色 所以也會讓整個風景 看起來更加的繽紛 現在的人潮完全不一樣 嗯 這邊有一隻狗 這裡有賣小甜點的 買了一個桜 現在人超級多的 太幸運了 對我們太幸運了 我們太幸運了 我們是太早期 對可以的 對可以的 哇 哇 我們從那個搭公車的 反方向往山裡面走 發現這裡還有一個 秘境 我們搭乘公車然後回到了基野站 現在這邊滿滿的都是人 因為他們要排 就是上山的車的樣子 哇 成就感滿載 那我們現在要離開基野山 然後去浮半山 看另外一個上衣服的時候 然後要離開的時候 要上山的人竟然這麼多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了浮半山 這個就是這個景點 非常有名的大風險 不過因為今天來的有一點晚 所以 幫我拍到最漂亮的時候 就算櫻花已經結束了 之後還是可以來欣賞 新綠大風 新綠呢就是春季 那個葉子剛剛長出來的那種顏色 那其實也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有一個陰大風 那如果想要就是看到剛才那個角度的話 就要從這邊排隊 這個真的是超可怕 超可怕的 零食打出來 我現在還在塞車頭 不過我們要下山了 覺得任何的觀光景點 真的要早一點來比較好 真的要早一點來比較好 那你就要在一起 那邊又不會再加上山 那邊就要來